孙中山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 1.广州起义 甲午战争后,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立行中会 提出驱除打鲁恢复中华的主张 后决定于1895年的重阳节在广州发动起义 然而,广州起义的计划已被满清当局获悉 起义领导者之一的陆浩东被捕牺牲 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起义随之失败 2.惠州起义 1900年,当一和团在北方蓬勃发展时 孙中山派郑士良前往惠州准备发动起义 10月,郑士良在惠州三州填起义 期间,起义军连败清军队伍迅速扩展到2万人 然而,中阴弹药用尽,外援无望 郑士良按照孙中山指示,解散义军起义随之失败 3.潮州黄刚起义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1907年,孙中山派同盟会员徐雪秋等人在黄刚发动起义 起义军一举占领了黄刚城,不久朝州总兵黄金福带兵前往镇压 革命党人被杀害200余人 历时6天的黄刚起义也遂告失败 4.惠州七宁湖起义 1907年,孙中山未响应黄刚起义 派邓紫渝等人到广东惠州发动起义 6月,邓紫渝在惠州七宁湖,截获清军防营枪械发动起义 起义军连克阳村三达等地 后因黄刚起义失败得不到声援 起义军只好解散,起义随之失败 5.新连防城起义 1907年,广东青州、廉州一带百姓发生大规模武装抗军斗争 孙中山决定派黄兴、王和顺联合抗军群众大举起义 9月,王和顺率起义军攻占防城秦沙之县宋建元 后因枪械缺乏,清军反呼 起义军被迫解散并退往越南,起义失败 6.镇南关起义 1907年,孙中山在越南策划,准备在广西镇南关发动武装起义 12月,黄明堂率四百多人前习广西镇南关,并迅速占领了三座炮台 期间,孙中山赶到镇南关督战,并亲手发炮,轰击敌人 后清军以五千兵力反扑镇南关 黄明堂坚守数日,枪弹告尽 不得不突围而出,镇南关起义随之失败 7.新连马赌山起义 1908年,黄兴根据孙中山指示 率越南同盟会员,进入青州发动起义 4月,起义军击溃青军三营,占据马赌山,并乘胜向桂边进发 后因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 最后,弹尽粮绝,黄兴等人出走越南,起义失败 8.河口起义 新连马赌山起义,发动的同时 孙中山右派,黄明堂等人,开赴云南边境,发动河口起义 1908年4月,起义军攻克河口 部队也由300余人,发展到3000余人 云贵总督西梁迅速调兵镇压,中英寡步敌众,起义随之失败 9.广州新军起义 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以及同盟会 转而以运动,清朝新军为重点,发动起义 到1910年初,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 2月,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 广州新军炮兵营管带,尼应点,决定提前起义 尼应点率军攻城,但清军居高临下,发炮攻击 起义军伤亡惨重,尼应点也受伤堕马,背负牺牲 新军因失去领袖,起义也随之失败 10.黄花岗起义 1910年,孙中山、黄兴等人,在马来西亚召开会议 大会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 1911年,黄兴率赶死队员 直扑梁广总督署,总督张明奇逃走 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 起义军浴血奋战,中英寡步敌众而失败 起义失败后,牺牲的同盟会72人遗体 由潘达威安葬于广州黄花岗 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